这是发生在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经侦大队办公室门口的一幕 六华的双方一方是樊城分局的民情另外一方是本地的居民年龄则在五十六十岁左右 年龄最小的一个是五十 最大的有一个是八十六 这个其中都是六十岁往上 说话的人情绪比较激动 似乎对办案的民警有很大的意见 民警耐心的解释根本不起作用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连续几个月以来已经有四五百人来到公安局要讨个说法 这些五六十岁甚至有的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们的情绪都有些激动 他们认为是公安机关断了他们的财路 但是当记者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这些老人又都是遮遮掩掩不愿意说什么 记者几经忠读 终于有一位姓李的老人 向记者袒露了事情的缘由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几十位老人为何情绪击中难以平息 一家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润滑油公司 又为何让老人们如此坚肠挂肚 一线双重迷惑正在不出 在那次去公安机关吵闹的过程中 老李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今年五十七岁湖北襄阳人 现在已经退休在家 在他看来 民警的一次执法行动 几乎断绝了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 事情发生在2014年1月4日上午 老李一大早就赶往位于帆城的陕西华县 天元润滑油有限公司 可刚到这家公司的门口 就发现聚集了不少人 议论纷纷情绪激昂 我一挺不得劲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广安局把他们给抓了 我说为什么抓啊 当时他们说广安局挑刺 可能要他们缴管理费 最后没缴 可能是抓他们要收点钱 随于公司工作人员的解释 老李深信不疑 因为从外表上看来 这家公司确实很有实力 根本不像是那种应该受到查处的草台班子 这个公司的经营场所 它都为我们繁星区一个比较繁华的协制楼 租了应该是四间房子 规模装修都还可以 他们称呼董事长啊 吴大华的那个身份证啊 那个福音件 还有工赏巨犯的那个印尼证 我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要在网上查的 查确实是真的 正因为事前对这家公司的相关资质进行过调查 因此知道此时老李依然坚信 过不了多久 这家公司一定会重新开业 我说这个他公司的证件什么都是欺定 没有女儿爪 就是爪了 了解一下情况都回复了 我说你们也不要吵 让人疑惑的是 作为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 老李怎么会和一家销售润滑油的公司扯上关系 还这样关心公司的经营状况 那些和老李一样 聚集在公司门口的老人们 又为什么把自己的命运和这家公司联系在一起 老李说 这是因为很多人的积蓄都已被投进了公司账户 当时他和其他老人一起 被陕西华县千元润滑油有限公司派车接到了活动现场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为什么 因为老年人嘛 他的认知力比较差一点 辨别力相对弱一些 很大的一个酒店 酒店那个厂子比较大 我能说当时用拿的客气参加人数都是 奖金五百人 老李回忆说 那次活动不仅参加的人数众多 而且公司出手相当大方 奖金设置极为诱人 有奖活动 就是如果你当成钱单 你钱一万块钱 你可以扎一个气球 他气球里的奖不等的 高的有什么 四五百的 底的都是一百多块钱的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如果你愿意把钱投进公司 不仅到期退还本金 还会得到每年超过百分之二十的高额利息 如果现场签单 更有数额不低的奖励 看到现场这么多人都签了约 老李心动了 于是老李在第二天 查验了公司的相关资质征兆后 便把家里所有的积蓄 全部存进了这家公司 老李说 从那之后 他就满心期待着 等着三个月后 第一笔利息到账 可老李怎么也想不到 就到他满心期盼的时候 警方已对这家陕西华县 天元润滑油有限公司展开调查 办案人员有理由相信 这家公司向老人们吸纳资金的行为 已经涉嫌犯罪 几个月的细致调查之后 襄阳市公安局 樊城分局 掌握了陕西华县润滑油有限公司 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 2014年1月4日 这家公司被依法查封了 老李和其他人怎么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他们决定要找公安局讨个说法 搞清楚这家看上去财大气粗 经营合法的公司 为什么会被查翻 如果不转的话 我那天早不会被跑一趟 至少我利息是年大了 搞定我利息一分都没年 成本都没了 欠几点是非常多的 每天办公室是满力 人员都是五十岛水 到八十岛水 对于陕西华县天元润滑油有限公司的查处 源于2014年年初 江阳市公安局竞争支队接到了一起报案 在我们凡城辖区 有一个写字炉 上面有一家卖润滑油的公司 上面向老太太老头 吸收资金 报案人声称 自己是这家 名叫陕西华县天元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员工 该公司存在非法集资行为 受骗群众已达上百人 民警迅速对这家公司展开调查 这个视频是陕西华县天元润滑油有限公司 对外公布的宣传片 里面介绍这家公司的基因项目 是商产和销售润滑油 年产值高达上亿元 可当民警仔细调查之后发现 这家公司电油厂房的情况和宣传片里的介绍大相径庭 这个厂子的首先是战绩的规模不大 另外那一些有一些生产设备 但明显是一个比较简陆的 粗糙的 并且看上去都比较成就的设备 并且没有任何生产的那种迹象 根据我们后期的调查 它这个公司占用的这个场地 是非法占用人家陕西另外一家公司的场地 人家本身就在2013年的4月份 就开始通过法律的途径 要求他们归还和腾出这个场地 更加让人生疑的是 这家公司实际的经营项目和销售润滑油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而它的客户竟然都是些普通的离退休老人 案件调查到这里 记者产生了疑问 一家润滑油公司的客户 全部都是离退休老人 这是为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润滑油公司和老人们签订的借款合同 合同签订以后 公司还会给老人们开具一份收据 同时为了让老人们放心 他们还会把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证 付银件一并付上 那么这家看似非常正规 并且打着销售润滑油旗号的公司 他们到底在从事着什么样的业务呢 他们为什么要和这么多的老人 签订借款合同呢 他专门从事的就是融资业务 就是吸收资金的业务 没有从事跟自己合进进行范围 任何有关的进行行为 难道说这家公司成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骗钱的吗 民警们决定对这家公司的几位负责人展开调查 尤其要对身份证信息上的文大伟展开调查 受骗群众高达数百人 是何原因让他们执迷不悟 谁才是操控局面的幕后主谋 一线双重迷惑正在播出 文大伟陕西人 公司是他从陕西老家来到湖北襄阳后设立的 而文大伟的经历也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 他还在福建的山明市 四川的成都 陕西的西安 都成立的有类似的分公司 也在从事类似的这种非法集资的行为 种种证据显示 文大伟及其操控的公司涉嫌非法集资 必须立即取缔并予以查处 这是该4号这一天 由他们的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准备开个会 也就是他们内部人员打的局保电话 说他们准备4号要准备撤 这是2014年1月4日 樊城警方对陕西华县 尖元润滑有限公司涉案人员抓捕现场的视频 当时他们整个办公室的人也不少 尤其是包括他的业务人员 公司的经理老百姓 老头老太太的人不少 警方在现场查获了公司的账目 宣传资料 大量的借款合同 以及大量现金 警方随后紧急冻结了该公司的银行账户 然后通过一个时期的那个蹲守吧 终于在4月23日在西安寺毛病馆的大厅把他给抓换了 落网之后 文大伟说自己20岁开始跟着父亲经营加油站 后来父母离婚 加油站也就变卖了 此后历经几番波折 文大伟最终决定做润滑油生意 我当时这个厂子不是建好以后 我四产了一段时间 当时自己也跟不上 也没有这么多资金 我就轻掉了 文大伟自己声称 为了开经营润滑油的厂子 他前期投入了700万 但要保证正常运作 还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 在捉襟建肘被迫停产之后 文大伟成立了所谓的公司 开始向社会非法吸纳资金 事实上 除了襄阳 在福建四川和陕西等地 文大伟都设立了同样性质的公司 如此大规模的非法集资 文大伟到底把获得的据款用到了哪里 是不是像他表白的那样 投入了正常的生产经营呢 总共吸收了1700多万 最后年仅在呢 警方在你们的公司上账上去 看到了有100多万 那剩下的钱去吗 剩下的钱我当时建了个厂 加了那么多设备 我在我们当地也借了不少钱 所以一部分给人还上 还钱的人的名字你都记得吗 那比人比较 也比较多 文大伟之所以能吸收如此多的资金 当初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在公司里 有些员工甚至从来没有怀疑过 自己的这些行为 会涉嫌犯罪 董海就是其中的一位 案发后 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前来讨说法的老人们 董海曾是乡村的代课老师 几年前来到襄阳打工后 一直没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最终加入了陕西华县 天元润滑油有限公司 董海说 入职后第一个月 他没有底薪 需要拉到20万元资金 可以拿到7%的提成 为完成任务 董海动员亲朋好友都投了钱 然后呢 我的叔叔 我就跟他说 我说叔叔 现在有一个地方是半年薪 两分的薪 去看看吧 他说可以啊 半年薪呢 他们也听到说半年 因为之前他们签的都是一年或者是两年的 董海说 假如投资一万元 一年的收益就能达到2400元 每三个月便可以取走一次利息 这对于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来说 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于是 轻松赚钱的消息很快在襄阳传开了 老李就是被这优惠条件吸引的老人之一 他是一个退休职工 三年前发现自己身患癌症 多年的积蓄基本用于治病 三十多次化疗加上平时的药费 让已经退休了他生活的极为困难 这个治疗费用应该还挺大的 这会很大 我一年多都花了三十多万 也就在这个时候 润滑油公司高息吸纳资金的消息 让老李似乎看到了希望 但他怎么会知道 自己已经一头栽进了对方早就设计好的骗局之中 而在事实上 除了利用老人们获取高息的心理之外 润滑油公司的员工 在诱骗老人的过程中 还特别善于打感情牌 以增加成功几率 这老头啊 和的是老太太啊 都喜欢我这样的性格 因为我也比较有耐心 他们呢 就有啥事啊 管他是家传理担呢 还是什么烦心的事啊 都愿意跟我说一下 他干嘛要不是我都不能过来 我挺忙的 你说孙女回来了 我得给他见个面 给他两面块钱 这位老人也是受骗者之一 他还记得 联系自己的是润滑油公司一个叫陈峰的业务员 自从相识 陈峰总是嘘寒问暖 老人的儿子早逝 膝下只有一个孙女 一来二去 干脆认了陈峰做干儿子 最终在对方的怂恿下 把儿子的抚恤金和自己多年低保积蓄的十万元 都交给了陈峰 就说你要会沟通 你要见了人会说话 你要 这行吗 你要嘴甜 是吧 因为我们跟老年人打架了 老年人也就 很多人子女没在旁边 他们也孤单的会 他们也缺少关心 这些业务员呢 就缠出了他们的有一些感情上的空白 因为我总可怜他 我说怎么着也这么远 有时候我们走啊 你能吧 你过来啊 吃得不舒服了 你过来啊 我们蹬骨头啊 或者包饺子 我都找他 可是老人怎么会知道 他的这个干儿子 连姓名都是编造的 案发之后 此人逃之遥遥 老人的信任 像他倾囊投入的积蓄一样 统统付诸东流 时至今日 老人也不敢相信 那个老是和尚的干儿子 竟然是个骗子 和这位老人一样 几百位老人 把他们辛辛苦苦 这辈子攒下所有的钱 都交给了这家润滑油公司 那这家公司 是如何和老人打交道 如何让老人们 把他们的钱拿出来的呢 润滑油公司的员工 有着自己独到的招数 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你要会沟通 你要见了人会说话 你要 最起码你要嘴甜 是吧 因为我们跟老年人打交道 老年人也就 很多人子女没在旁边 他们也孤单得很 他们也缺少关心 这些业务员呢 就缠出了他们的 有一些感情上的空白 用甜言蜜语去接近老人 表面上看是关心老人的生活 填补老人的情感空白 实则 他们盯上的是老人的钱包 在侦办此案的民警眼中 像这样结构严密 手法纯熟的设局行骗 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 这公司当中一定有一个 惊艳老道的高手 在指挥着一切 手法纯熟的骗局 经验老道的业务员 巨额资金被骗之后 这些老人该何去何从 一切双重迷惑正在不同 据公司负责人文大伟供述 其实一开始 他对这样的行骗方式和手段 并不了解 正是因为认识了一位 所谓的融资专家 才开始走上这条歧途的 这个整个的业务 就是由饶某负责的 这个饶某呢 是云南人 今年应该是三十二岁 长世自知了还是僵实 他2012年 上半年 在书州重置了一切的业务 被公安机关查处 结果到2014年 两年以后才把他的身份查清楚 这个姚某32岁 真名饶明山 称化名姚文山 姚山 曾于2010年至2012年 在苏州某非法集资公司做副总 后因公司案发 逃离隐秘 温大卫是位发言代表 饶明山 他是个僵尸 但是实际上 他在想要公司里 他是个草办手 据公司负责人 文大卫 供述 其实一开始 他对这样的行骗方式和手段 并不了解 正是因为认识了 这个所谓的融资专家 饶明山 才开始走上这条歧途的 认识以后 他给我说到其他城市 一个向阳这块 说他们考察好了 考察好了 叫我过来 过来以后 掐谈这个事情 怎么该去运作 怎么该去足够完善这个事情 费用就是说 他给他底下的业务员 其成包括公司的开销 各方面 用我来承担 他有没有说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他就是说 用这个 西数 这个公众签款 这种方式 两人谈妥之后 饶明山便带着一批 云南籍的业务员 以贾明 加盟了文大卫的公司 并开始了两人 斩获颇丰的行骗之路 他带来的云南籍的业务员 当时在从业过程中 普遍的用的都是化名 假名字 没有人使用 真名实姓 但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骗了的钱财越来越多 业务员之间 开始因为利益 发生了矛盾 陕西云南两地业务员 分赃不均 起了内讧 这才有人向公安举报 终止案发 民警在短时间内 又迅速控制了文大卫 可此时此刻 这个幕后的操盘手 饶明山不知去向 此时已临近清零节 班民警决定 利用这个时机实施抓捕 果然不出所料 在警方中立部署下 饶明山落网 至此 襄阳市陕西华县 天元润滑油有限公司 非法集资案 所有主要犯罪嫌疑人归案 但令人意外的是 在接受训问的时候 饶明山始终否认 在这场骗局中 自己真正扮演的角色 我所承担的 我一直承担 我在里面公司的话 讲过宣传 对 我只是一个宣传 但是我做的这一期 不是说实的话 我怎么做的 这我所做的一期 都是公司怎么交代 我怎么做 可公司财务杨某告诉记者 饶明山才是他们分公司的 真正操盘手 他们平时称呼他姚总 各业务部门经理 由饶明山直接管控 饶明山是每天来拿 每天下午下班前 他来拿 他说的费用大概要占到 比如他西州外的资金 大概有多少分 他的费用是 给我当时说的是45% 45% 对 自然饶明山对于自己的行为 一再抵赖 可事实证明 被非法吸收的资金里 有45%的金额 落入了他和手下业务员的口袋里 就是随办的业务 就是这个业务员和他的部门经理 直接予以了45%的奖励 那么剩下的45%比例的 吸收的资金呢 又有他的财务经理 按照这个公司法人文某的要求 分别存储了他的三个私人掌 还有一个他公司的对公掌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文大伟饶明山设立的这家公司 共享众多受害人 总共骗取了上千万 这些被骗的钱 对于许多受害人来说 都是一生的血汗钱 为了尽可能的为受害人挽回损失 民警还得全力追查这些钱的去向 而老人们在得知真相后 都陷入了无限的懊恼和自责之中 很残忍的 如果他整体要是情形是骗的 确实很残忍的 应该得到法律上的制裁 老李说 直到现在他也不敢告诉儿子 自己被骗了 于是把儿子责怪自己 更重要的是 担心儿子承受更大的压力 要说了以后 我说了 我反而心里还要承证了 孩子也要承证 孩子也要承受 因为孩子知道 一分钱都是我的命 就是这 他还意味着那五万块钱 借着那五万块钱还在手上 目前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 已经全部有检查机关批准 我们执行了代国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想 有更多的精力去想办法 更多的为这些受害人追偿审视 我知道现在老百姓都里面都有点积蓄 再加上银行 可能觉得存在银行里面的利息 好像不是很多 是吧 都想寻找一些投资的渠道 但是呢 一定要相信就是 填上掉泄源的事情 哪有那么多 是吧 如今如何为这些老年人追回更多的损失 成为了公安机关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而这些非法集资的组织者 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一些高额回报的谎言 来骗取公众的信任 有些人甚至是不惜利用亲情 来拓展他们集资的规模 在此 我们也希望这起案件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千万不要盲目地从众 以免落入骗子圈套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成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